有公寓住戶發現大半夜自家的門鈴一直響 釣魚監視器發現是一名外送員 但自己明明沒有點餐 怎麼會有外送員上門 仔細看發現這名外送員幾個小時前來送過餐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 要突然上門按鈴 九號晚上九點多 這名外送員停車準備送餐 看起來沒有異狀 但被控訴幾個小時後 跑回來騷擾住戶 釋放在新北市中和南市角 這處巷子裡的公寓 監視器拍下整個過程 住戶不滿 半夜一點多 無故被外送員按鈴 女住戶指控這名外送員晚上九點多送完餐之後 疑似是收到負評 凌晨一點多才會又回來 連續按三次電鈴之後直接離開 但她喊冤自己根本沒有給評價 大半夜無故按鈴 讓住戶受到驚嚇 外送員的行為已經觸法 但這負評到底誰給的 其他外送員認為可能是誤會 有不少外送員都遇過正常送餐卻收到負評 但其他同行說這名外送員的平台 司機評價好壞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只是這一次疑似不滿收負面評價 上門找客人疑似要騷擾 現在換警察要找他 TVBS新聞網絡公司郭穎新美時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網絡公司郭穎新美時報